这个是感染啦,或者是你打疫苗啦 同样的都会刺激这个抗体出来 所以呢,你打的Vaccine,你所谓打的Vaccine 就是打这个RNA进去 这个RNA进去 就是它现在成为的最近 这些人已经吹闹红了,不是AXX啦 阿斯利康 换句话说 你中COVID的死亡率 跟阿斯利到底是差几多倍啊? 2200倍 投打了不代表不会中 万一只是 你要了解 你打了并不是你不会再中了 所以万一有一个老人家 觉得 还没打,我觉得我OK 我们真的没有出去 问题你就以为你 比如说你这个是你啦 你出去 我打了咯,现在COVID好一点咯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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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打吗 最近是闹哄哄啦 我弟弟又问我啦 我妈妈又问我啦 不论谁谁顾客又问我啦 这个疫苗可以打吗 所以很多人就很迷茫啦 就混淆很混淆 因为疫苗的牌子很多嘛 所以大家都不清楚 应该不应该打 又听到这边又传啦 卖银卖银啦 打了啊 然后忽然间晕倒啊 所以很多谣言 然后就很奇怪 他选择相信那些负面的新闻 而不去看整体数据 好,今天我就给你看整体的数据 然后跟疫苗的一些基本知识 让你做更明确的决定 内容会也是一样 长一点点 不过今天会有一些 比较action的movie 所以带一些引述来让你 特别是老人家 至少他明白疫苗的概念是什么 好,大家有看肺腑队嘛 都是看 现在没有诗座在家里 就看TVB嘛 所以这个肺腑队 大家都知道是特种部队嘛 比如说这些看似很凶的大哥 以前你想像他都是一个小孩子 罢了嘛 所以你想像他刚刚入军队的时候 不可能那个军 军官就马上送他去打恐怖分子嘛 马上我跟他讲 没有开两枪 就给恐怖分子炸死了 因为他没有记 他不懂嘛 他不懂 连恐怖分子都不会认啦 你怎样出去打呢 所以呢 一般上这些精英部队呢 都是有什么 实习 就是他有先学习 过后有实习嘛 就是有模拟的去打 其实我们身体的 民意系统的concept 概念都是差不多一样 但是 我们怎么让身体去训练 让他准备好去打 去面对更强大的恐怖分子 好,这里说 说的恐怖分子是谁呢 就是这个谁猜爆啦 大家这个很熟啦 过去一年多 就是给这个谁猜爆 我们的生活都给他捣乱了 其实这个谁猜爆是 这个新冠病毒啦 COVID啦 其实它的名字 科学名字是 SAR-CoV-2 COVID是病的一个 description 整体上呢 这个SAR-CoV-2 这个谁猜爆呢 其实呢 它是一个自然界的演变 重点是它的新冠 这是一个观啦 等下我会讲我们身体 怎么去认它 怎么去打它 所以我们再看一看 首先我还没有讲 怎么去打这个坏人之前 我们必须了解 这个恐怖分子 怎么去宣传它的恐怖主义 就是你想像它进入你的身体 就是你呼吸管道进去 它就进入这个肺的细胞 你想像这个肺的细胞 然后它有它的方式去转进去 就是一个Acidosis的过程 你可以去看我别的视频有提到的 所以我不要讲到太复杂 今天就讲 它进去你的身体呢 它就把这个恐怖资讯传进去 就是它的RNA 它就会进入 它就会dominate 它就会抢 它就会 它就会好像旗戒了你的细胞 然后这个细胞呢 它的资源会被用来制造更多的子弹 原料 来复制更多的control control 就是它的马仔 所以它这样 想像一个就传几个出来 你想像 其实不是几个 是几十个几百个的 所以你的细胞资源被耗尽了 它就死掉咯 你想像这些继续传进去 所以它很快的 它就可以占久了你的肺 就是导致严重的发炎 到时候全身都会有发炎症状 它开始进入血管 它就全身去跑了 所以呢 那个是病毒恐怖分子 现在我们看我们军队了 你看肺腑队 什么雷霆 急战 就是你在家看TVB呢 它一定有一个关系练的嘛 你的军 什么谁是警官 谁是麻宅 谁是特种部队 谁是普通警察 谁是反贪无群 全部都有关系嘛 其实我们身体都有一样的 只是我们的主要是骨髓 所以为什么老人家必须要照顾你的骨头 因为骨头里面有骨髓 骨髓里面就有干细胞 干细胞是制造你的血小板 那个白血球 全部都是从你的骨髓出来的 所以你看一下老人家一跌倒啊 那个骨裂的话呢 你没有照清楚的话呢 它就会伤到里面的骨髓 骨髓就不能正常 就是制造抗体 或者制造免疫系统 来打病症 所以你看到老人家跌倒 他不是因为跌倒而死 而是后面很多病 就是因为他伤了骨髓 然后骨髓呢 制造什么呢 就是制造这样的东西 你的红血球 你的血小板 还有一大堆的白血球 哇这样讲 你很难很复杂嘛 所以我把它分类啦 用警队来跟你解释一下 就把它分警察呢 其实我们的免疫系统有分两组的 就是先天性免疫 就是你不管什么病毒都 都第一组去反应 就好像有坏人来 第一个去反应是谁警察嘛 对不对 但是警察的 他不够赚嘛 所以他必须要特种部队 就是飞服队 但是他必须要从警察来警 就是一大堆来警惕 就是来扩领保障 扩领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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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牌飞服队 就是这样嘛 但是我们警察怎么去做工呢 就有一个概念 比如说 这个是我们的monoset 就是他编布全身的 就是好像一个巡逻警察 这样的 他在水管里面跑的 当你遇到一个外来的病毒 比如说这个是新冠病毒 他就会 然后他变成大吃鬼 就是macrophage 就是他会缴掉他的 他缴掉他的时候 但是因为他知道他不只是这个匪徒 不只是一个人 所以呢他就会研究这个匪徒 新来的匪徒 他的一个特点就是看他的IC 就是看他的 就是看他的 就是看他的IC是他的蛋白质 所以他吃了过后呢 他会把这个蛋白质消化出来 又呈现出来他的表层 就呈现给肺腑队 肺腑队 可能就没有 这个是一个匪徒 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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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肺腑队就有一个record了 就是他就会复制 就是装打这一类 然后他就手下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 你一看到有memory剃销的 他就会储存记忆 他就会 我记得怎么打你了 下次他一来呢 他就马上反应了 所以这个是个学习过程 那我们看看Covid Covid这个vaccine 疫苗 疫苗其实呢 它的原理就是 它根据科学他们 研究这个新冠的 这个冠 它一个个冠 其实它最特别的 identification 特别的 一个鉴别的蛋白质 就是那个罐 就是它的罐 然后 他们发现到 其实它有 它的RNA当中呢 有一段是制造这个protein 所以呢 他随着就把这个RNA抽 这一段的gene RNA抽出来 它不至于复制完整个病毒出来 它只是复制 能制造这个蛋白质的 因为我们身体免疫系统 是认这个蛋白质 所以呢 你打的vaccine 你所谓打的vaccine 就是打这个RNA进去 就是你所谓的vaccine 就是它有几种科技 我上一个视频 讲vaccine的有提到 你要你自己上去看 所以 这个RNA打进你身体的 你的身体它就会进去 借你的细胞 但是它不会伤害你的细胞 借你制造这个 蛋白质 然后这个蛋白质呢 它就会在你身体里面漂 然后它就会激发到这个警察 这个警察就以为 有这个不同的蛋白质 它就会变 又是变大 大吃鬼 它大吃鬼呢 那个刚才我讲的程序就重复咯 所以它就 它就 特种部队就练习了 这个打手 就用来打这个 就是针对这个蛋白质的 所以呢 设计手呢 你看它飞幅都有一个嘛 一个很会打的 有些是躲在旁边设计手的 所以它有两组的 设计手是制造这个抗体的 抗体我们有igm跟igg 有两种等下我再讲一次 然后打手呢 就是T cell T cell 然后它会制造memory T cell 然后设计手是B cell B也有memory B的 就是两种都会有一个记忆的 设计手 它也知道这个人喜欢这个pattern 它也记得这个我要怎样去射它 打手它知道这个人用什么功夫 它也记得怎么去功夫 所以我们每一种是要训练的 只是呢 你用疫苗呢 它在没有伤害的情况之下训练的 这两个特种部队 这是要实习 就是疫苗是让你的身体实习 所以我们看呢 为什么要打两只啊 很多人不了解 所以我们的抗体有 主要抗体有五种 IgA IgM IgG 还有Ig 忘记了 我们现在我们通常我们测试 就是Covid的话 主要是这个IgM跟IgG 所以呢 IgM干净你看这个图哦 它是有波的 你看啊 比如说你这个是感染啊 或者是你打疫苗啦 同样的都会刺激这个抗体出来嘛 首先是IgM出来的 你可以看到IgM出来 然后我们放大来看啊 首先你会IgM出来 后来接下来就IgG 所以呢 他们医医生要看一个人 到底多久之前有没有中过Covid呢 不是咽这个病子的 是抽血 咽它里面的IgG 如果他发现它只有IgM的话呢 也就是说它 他刚种没多久罢了 一个礼拜这样 如果他身体有IgM跟IgG在一起的话呢 也就是说 他正在第三第四个星期了 就是 他感染到第三第四个星期 如果他身体有发现Covid的IgG呢 也就是说他几个月前 或者两三个月前曾经中过 但是身体有了抗体 所以他们从IgG的抗体 就是这种抗体的间别 来劝评这个人几时有中过 或者是这个人到底有没有抗体 都是验这个IgG 到最后是看那个IgG 所以你看到最后 IgG呢 IgM 所以他打第二季呢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第一季嘛 所以 但是他会吓得我 所以他一拼要 bump多一次 练他多一次 所以他发现呢 练了第二次过后呢 他的IgG就会更多 所以他就耐更久 但是不能讲永远 他还是会下 暂时还没有足够的数据 你可以上网去找 所以他们讲 Vaccine不能永远保护你 至少在这段紧急之后呢 他都能cover 阻止这个病毒传染 所以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 我们打疫苗 就是为了刺激身体 制造IgG 但是 IgG会下嘛 你就会讲 惨了咯 这样好咧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刚才我讲IgM IgG 这些都是暂时性 因为我们身体 不能长期飘着这么多抗体的 你的身体免疫系统会 太多了 因为你看到 Covid又有 他自己的IgM IgG 然后你平时的伤风感冒 又有自己的IgM IgG 然后你的中水痘也有自己IgM 你整身体都是IgM IgG 你的免疫 就会有很多敏感的问题 过度敏感 所以他用完了 他没有需要 他慢慢会传下来 但是我们身体 怎么有长期的记忆呢 就是这个Memory T效 还有Memory B效 所以到最后呢 我们要训练的是这个Memory 免疫的记忆 所以呢 免疫力是需要训练的 如果你的底牌好的话呢 你不怕的 你跑出去 去染这个Original的新冠呢 你是能打的 但是有些群族呢 他的免疫力低的话呢 他就要借助这个Vaccine 来训练 来实习 所以呢 疫苗呢 是一个让免疫系统演习的机会 其实是两次嘛 所以你打两次嘛 你第一次 还像不是很熟 还是不可以出得盖 打两次 I got confidence in it 所以就算来的话呢 你的免疫系统 还来得及很快反应 所以呢 你就去看 这个是马来西亚 就是已经确认 马来西亚政府会用的Vaccine Pfizer AstraZeneca 中国的啦 还有 Camelia是俄罗斯的 所以他们呢 基本上他们都蛮有效的 都是科学 他们研究的都有效的 所以 这个是我们马来西亚进进的 现在 头一批大量 已经给了人家是Pfizer 前线人员都是Pfizer的 后来是 AstraZeneca咯 现在我们看这些 你看马来西亚订的 之前我视频有详细的分析的 你要看你去看 我之前那个疫苗那个视频 所以 PfizerPfizer我们订了 一千多万支 总之啦 总共有六千多万支 因为每个人要打两支嘛 至少你要 就是结束这个疫情呢 至少有80%的人口 你看 20% 80%的人口打了疫苗呢 这样我们的这个病毒 就不会这样传了的 所以 我们订了六千 六千万支呢 不同的牌子呢 都 都已经足够让 这个国家的人民全体免疫 现在成为最近最闹哄哄的公司 AXZ 阿斯利康 很多人讲 我听到打到阿斯利康 会有血栓 血栓阻塞 好我们就看阿斯利康呢 因为阿斯利康是英国 英国制造的嘛 所以我们看英国暂时到 这个 32个人死亡 32个人死亡 你如果是32个人 50个人打 30个人中就很危险嘛 但是你看喔 这个是到14号 4月201年 4月14号 他总共打了出去 2000多万支 只有168个就是有血栓的Case 然后有30个人死亡 然后我们再用 算一个印度数 算一个领数 让你控他之啦 所以168除了2000多万 乘100%是 你出现血栓 你打AXZ 出现血栓的几率是0.0008% 我跟你讲啊 你中标 你中麻财 中大麻财 的机会 还可能高过他 然后 死亡啦 死亡是0.000更少 所以这个是他的比率 但是我们看啊 如果你不打疫苗 万亿百个雷西 你中了 你看啊 你中了COVID的话 我们先看这个是 22号5月的 今天24号啦 因为我要准备一些功课 我就拿那天 是礼拜天的最后这个数据 那当天确诊有6000多嘛 累计有500多千嘛 然后当天死亡有50 总共到那一天 有2000多个人死嘛 我们来看一看哦 就以马来西亚的数据就好了 确诊案例跟死亡案例哦 我们在DoubleX再除一除 看巴仙率哦 2000多个人除500多千 乘100% 0.44% 看似好像不多嘛 但是你有机会中这个0.44% 我跟你讲 这个是大群组 就是不管年龄的 感染数据 如果你只是拿老人家确诊的话 你会发现死亡率会更高 所以我们就拿这个 General的 就是整体的一个数据来compact 如果你打阿斯利康 不幸死亡了 OK 换句话说 你中Covid的死亡率 跟阿斯利康 到底是差几多倍啊 2200倍 就是讲 你打阿斯利康 我是讲 最近很闹哦 Pfizer可能他的几率会更低咯 我只是用阿斯利康 大家很怕那个 我跟你讲哦 你打这个阿斯利康 AZ 你打他的死亡几率哦 是 没有掉转来讲 就是你中Covid的死亡几率 是打阿斯利康 死的几率是2000多倍 你知道吗 特别是如果你老人家 你中Covid 你这个倍数会更高的嘛 特别是如果你是有那种 三高啊 水糖高 高血压 糖尿病 心脏病 或者是之前通过波仔的人 你就 你中Covid的话 你会很多 你进ICO的 或者是死亡的几率 是肥乡对的偏高的 所以这个比率你自己去看 做点打毛 做点打毛 我给你数据啦 你自己去看啦 然后现在担心这个AZ 所以现在AZ 他已经抽出来了 就是把Mais加拿大自然分配 那个系统抽出来了 所以 基本上 你是不会打到的 如果你怕他的话 其实如果你看明白数据 也没有什么好怕的 现在他 他把阿斯利康拿出来 给雪兰 和吉隆坡的人 志愿你可以报 甚至他open了给老人家 但是那个为很多人怕 不敢去打 其实 如果年轻人你想打 如果你是前线 就是你工作是靠近前线 但是政府又安排不到你的话 叫你选择去打咯 你就注明了 没有什么好怕的啦 所以 除非你有心脏病啊 就是你的血容易阻塞 那个几率也是非常非常非常低的 所以这个就是 我要讲什么 就是 现在看到有人看到 WhatsApp 这边传 那边传 他就把事情放大 那个放大信放大 然后就传出去 特别是 追胜报告 追胜报告 那之类的东西 就是传 你人就会把恐惧都传出去 人就很奇怪啊 你看啊 我们就拿这个数据来看 每一天 大家最关是今天 确诊是几多个嘛 所以两个数据 第一个 你关心今天确诊多少个 第二个 你看今天死几多个人 人就是很奇怪的 吃饱饭 每天傍晚 他就看这两个4号 看到五十多 六十多 但是你看 没有人去看这个 五十多个人死 四千个人出院 康复 他不看这个 他选择看很危险 他就想我自己中了 怎样死 我跟你讲 如果你看比先率的 大部分人其实都会recover的 就是我们身体免疫都能看的 只是 他对特定群族的伤害率比较高 如果你是年轻 没病毒生活 生活起居正常的话 基本上你的免疫是能打死 这个谁才报的 头打了不代表不会中 万一只是 你要了解 你打了 并不是你不会再中了 只是他把你身体反应 抗体的反应 打Virus反应比较快一点 比如说 比如说一个病毒 病毒 你没有打Vaccine的话 他可能要七天八天 他才能抗 对抗一点 就是你会有点症状出来 有发烧 但是七天之内 你身体有这个病毒 会传给别人 只是你打了Vaccine 因为他曾经有演习过 他有见过这个Protein的话 至少他反应会比较快 但是不定说 你今天马上中马上他就打了 他还有一段 有一点对迟 只是对迟的时间 拉短 可能变成两三天 这两三天 你还是一个带菌 带病毒者 如果你带回家 那个家里 老人家 牛牛不要打Vaccine 你把那 在这两三天的Window 传过去的话呢 这样他的风险是非常高的 所以 只是万一 打个雷息中了 不会严重到进ICU 因为你让你的身体演习过了 所以这个就是Igm 我们看你会吓的 你要第二次Booster 你知道吗 所以你不要打一支 反应很强 不要去打 那你等于没有打罢了 你必须要打第二支 你的免疫才会强一点 所以这个是 疫苗呢 如果全程能打呢 你就安心咯 当然万一呢 当中有一个呢 不能听啊 什么谁啊 抹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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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杀死全世界的人 哇这种谣言咯 有时候我看到 我不懂要笑还是要哭好 所以万一有一个老人家 觉得 我觉得我ok 反正都没有出去 问题你就以为你 比如说这个是你啦 你出去 我打了咯 现在Covid好一点咯 可以跟朋友喝茶 但是你前面那个朋友 带着那个Covid病毒 你带着回家 刚好你隔一天 你就回家跟你爸爸吃饭 但是你身体 还没有打完这个Virus 你就传给你爸爸 然后你爸爸就 中症进ICU 然后 自己想象啦 人老会失眠不了 只是 尽量避免在这个非常时间 中病毒死 你知道中病毒死是几惨的 现在因为ICU已经满满 你要苏癌不入 全马最厉害抗最多满满的就是苏癌不入 他现在不只ICU满 停私房也满 所以他用container 我讲如果你在这段期间你中病毒死的话 你不能做正常葬礼的 你要远远看着你的家人 就是家人要远远看着你被烧的 所以或是在你被烧之前 你就放在container面盾咯 你自己想象啦 你要怎么去去做衡量啦 因为实际就是这样 我给你看到这些大数据 你要怎么去宏观的去看你还是要不要打 到最后决定还是你 好 今天要分享都是纯粹 这个只是个人知识分享 不要 我不是医务人员啦 我也不是什么专家 你要叫我先加也可以啦 只是我把所有的数据 你记得简单化了 让你知道你自己做个明确的决定 好 今天要分享到这边 如果要看下一个就是讲病毒怎么去变 以后世界怎么样呢 那你请留守补物病之道